有 木森籽 米 奶粉 然後 泡麵 一代又一代的滿滿愛心無知 堆成一座小山 總計有兩百份 全都分裝好 要送給弱勢家庭 要謝謝里長 謝謝你們大家 緊緝不好 有一點東西我們就高興了 建國里里長王亞蘭 在擔任里長前 進行早餐店二十多年 不但將早餐店設為愛心的據點 每個月都會提拨經費 結合外接三星人士購買物資 送給里內需要的家庭 寒冬送暖 我們已經做了第四年 因為疫情關係 就是加減有幫助需要的人 雖然東西沒有很多 然後也有很多三星人士贊助我們 還有我們自己的早餐店 也會奉獻一下 對 然後我們平常不只 寒冬送暖會送 我們平常在一兩個月 我們里內物資 就是會發給邊緣戶 低收或獨居老人 然後有多餘的 我會發到別的里的里長 協助他們兩三個里 過年前戲 黃亞蘭繼續愛心送暖 結合了獅子會 融服處幫民眾血糖檢測 易檢 還請來蘇法老師 威豪寫春年要送給李明 黃亞蘭里長 平常也非常熱心在我們地方的公益上 那其實不只是做我里長賣早餐以外 他也投入非常多地方公益活動 也沒和我們地方在地非常多的社團 一起來參與 我想建國里在做愛心服務銀行 其實不只是在寒冬送暖的季節 其實在這四年當中也幫忙過非常多的一個家庭 那大家都知道這兩年喔 因為疫情的影響 那非常多的人 他其實是流離失所 沒有工作 那在這接近春節的這個期間喔 其實提供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愛心物質 也給予我們社會上面多一點的溫暖 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愛心的一個活動 能夠幫助到社會更多的一個弱勢的民眾 很榮幸受邀到建國里的王亞蘭里長 邀請我們來這邊做測雪堂活動 因為我知道他每一個月都有辦一些 慈善愛心的活動 那我們一不容辭一聽到的 我們就來這邊響應 那真的到了會場之後 我覺得整個是非常的溫馨跟活潑 跟富有愛心 這些長者對我們的活動的參與 非常的熱弱 一發物資就是一份愛心 一份溫暖 要讓弱勢家庭過一個好年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